消費者網購然後透過宅配送到家 已經是疫情期間相對安全的購物方式 也是現在偏向農民銷售農特產品的管道之一 但因為北部的買氣太旺 訂單爆量難以消化 造成生鮮冷凍宅配無法隔天送到家 因此水裡一位農民廖學徑 特別將他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來分享給大家 用我們喝過飲料的 它那個比較厚一點的這個結構比較好的瓶子 裡面裝水 或者我有賣梅汁 我就裡面裝梅汁 那這個結凍以後 我們先用報紙把它包一下 我們再用一個塑膠袋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如果退冰的時候 它不會影響到裡面的產品 疫情期間 網路購物是相對安全又方便 也成為現在水裡地區 不管是農民還是店家民眾 透過社群網站互相糾團交易的方式 另外中南部的冷凍宅配沒有受到北部影響 可以正常配送新鮮蔬果 那像這種需要放冰塊的 我都會利用下午差不多兩三點再包裝 那要包裝的這些蔬果先濾濾 讓它本身已經有達到一個濾濾效果 我再來裝 冰塊我們就放在裡面 我們再看看這個箱子的大小 如果這個箱子是一般的箱子 可能你放一瓶就夠了 如果箱子比較大 可能要放兩瓶 這段時間呢 大家如果有收到宅配的東西 請大家一定記得跟宅配人員說聲謝謝 第一個 他們的時間工作加長了 再來呢 他們呢 沒有地方上廁所 他們真的工作非常辛苦 記得一定要好好的跟他們說聲謝謝 農民利用結冰的水瓶 放入宅配箱內 就可以藉由常溫宅配 新鮮送到北部消費者手中 料學禁推薦給有需要的農民 可以不受影響 繼續利用宅配來販賣新鮮蔬果 記者繼續上線採訪不到